7月31日有媒体爆料,近日李问汉从机场回到加州后,不到一小时就驱车赶往医院看病,等待期间略显焦急的他几次起身查看,就诊后一个人在座位上独自等待取药。 当天李问汉穿着一件黄色上衣,戴着鸭舌帽和口罩,在医院没有人认出他来,对此粉丝纷纷表示,哥哥不要太累了,要照顾好自己呀。 天洒娱乐时时报道